好 主播SHE上个月底结出完华言经济月的合作 各自开设个人公司 昨天田富珍在马来西亚出席手机品牌代言活动 虽然事前厂商再三表示只可以问和活动相关的问题 但不免俗还是被问到SHE的未来动态 Hebe也是大方回应有问必答 还有合体的计划吗 有啊有啊SHE不解散 然后我们三个人永远是一起的 所以只要在一起都会有合体的一个计划 而被问到和华言的关系 工作人员上前护驾 Hebe依旧回答表示就像声明一样 SHE跟华言的合作都在讨论当中 Ella最先成立公司取名进化娱乐 最近Hebe成立越来越好 Selina则是认真美好 三个人的公司名称各有巧思 以上是娱乐最新消息 再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